北京时间6月8日,据铭记Chris Haines报道 太阳已经决定裁掉后卫克里斯比·保罗 这意味着他将在度过澄清期后成为一名自由球员 美媒表示,预计有多支球队有意引进这位未来的名人堂空卫 Haines表示,消息人士透露保罗计划再打几年 并渴望帮助球队争夺总冠军 保罗的心事状况被太阳裁掉前 保罗的合同还有两年 2023比24赛季是3080万美元 2024比25赛季是3000万美元 其中2023比24赛季是部分保障 2024比25赛季的无保障 所以,太阳裁掉保罗只需要支付2023比24赛季的保障部分 也就是1580万美元 心情专家表示 太阳可以选择在未来五年分期支付这一款项 也就是每年给保罗316万美元 如果太阳决定分期支付 在死期间,保罗就不能再加盟太阳 但如果太阳一次性支付 保罗度过澄清期后 仍可以与太阳签下一份较小的合同 无论如何,太阳的这笔操作 帮助球队节省了1500万美元 现在看来,太阳认为保罗并不适合沃格尔的体系 而沃格尔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了布克、杜兰特和艾顿 却没有提到保罗 当时就有球迷猜测保罗是不是要离开太阳了 保罗的下支球队保罗被裁的消息曝光后 他第一时间冲上了全美热搜的第一位 伴随的关键词还有太阳和CP3去湖人 保罗生涯中曾有机会加盟湖人 但2011年的那笔交易被联盟叫停 保罗也错失了和科比联手的机会 近日的一次采访中 保罗回顾当年的那笔交易说道 那很疯狂 我和科比在电话里聊过 我们每次交手我们几乎要打起来 因为我们都有一样的能量 我记得我和科比一起打过的全明星赛就没输过 因为我对待全明星赛和其他比赛一样 我们对待每一场比赛都是同样的态度 那笔交易没发生让我很难过 科比的接球就头非常出色 他只是没有机会在比赛中展现出来 如果我们能合作那会十分有趣 湖人记者也调侃 预计很快就有保罗去湖人的留言 错过和科比搭档的保罗 能否有机会和他的好兄弟詹姆斯一起打球 现在选择权回到保罗自己的手中 保罗的伤病问题 保罗从2020比21赛季开始效力于太阳 共为太阳出战194场比赛 首发194场 场均可以得到15.1分4.4篮板9.5助攻 期间两次入选全明星 两次入选最佳阵容 季后赛共拿下23场胜利 无论哪支球队引进保罗 预计给出的薪水都不会很高了 这也让保罗的性价比大幅提升 他依然是场上最出色的传球者之一 但他的伤病也仍是问题 38 岁的保罗在本赛季的表现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 场均13.9分 4.3篮板 8.9助攻 助攻在NBA中排名第三 不过 复古沟的伤势让他无缘季后赛第二轮 太阳队输给了西部冠军绝金队 保罗已经不止一次在季后赛的关键时刻出现伤病 在球队最需要他的时候 只能在场边观战 这一点 火箭肯定也深有体会 如今 他已经38岁了 伤病频率恐怕是降不下来了 但如果能以低价签下保罗 依然是很大的补强 胡人记者Kovo表示 保罗将成为胡人最新计划考虑引进的自由球员空位 CP3联手老瞻 是大家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